这个切肉泥当中 说刀工 首先第一 这个肉中丸 它的肉的后膀是非常均匀的 但是这个 它的肉的筋膜 它没有去掉 然后它不均匀 但是它没有时间的余裕 它说没什么时间 所以就没 这个不是问题 时间大家都是一样的 它比较平等的 嗯 对 对 这个亨利呢 刚才他体现了他的刀工 他是 但是他的刀工中 体现了他的那个 刀工的精湛 他体现了他是一个马蹄声 一个跑马的 那个马蹄跑起来的这个声音 但是他的刀工是运用得很好的 这个在专业的一个角度 他的刀工 这个他是非常有专业的两把刀 就是说他知道马蹄在飞盆 飞盆的当中 他在这个马蹄声 刀工中 你不要得意太早了 你不要得意太早了 你的这一轮比赛当中 本来你是拿第一的 但是你对原材料都不尊重 你把人拿到垃圾桶里面 所以说第一名 第一名 是陆冬王 但是这个材料都不尊重 都不尊重 所以 所以他第一名 哦 这个 很漂亮 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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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个是浪费食物 这个呢 这个很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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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好不漂亮 很好 但是你对食材料不尊重 我做了 这个很难 这个必须要分辨 这个很难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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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都在鱼杆里面 这全是鱼杆里面 这全是鱼杆里面 还有鱼杆里面 这都可以使用鱼杆里面 都可以使用鱼杆里面 这个很好 很美味 可以用鱼杆里面 你先拿鱼杆里面 所以说第二名 第二名 第二名 不尊王 好 好